前四周我看看我女儿厨肥肥把钱里吐 我看看为什么啊 感恩师父 麻烦了 哎呦她上次生这个病的时候差点死掉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知道 要把她带走你知道吗 你知道她是天上小仙女逃下来的你知道吗 好了还要讲吗 所以很多事情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真的我跟你说了一个人呐在哪里都要守规矩 在天上要守天规在人间要守法律 在地府要守地律 不要乱来乱来一定会出事的 他乱来啊逃下来啊你看看叫他不能动了 要带走他的 请问师父他 像现在这个事情只有靠菩萨了 这个事情要惊动天庭的 像他要留下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很难的 要把他带走上次就要把他带走了 他不应该生孩子的 逃下来的 我问你他是不是小时候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啊 是 鼓掌 人见人爱人家都喊他小庚主 看见吗 对我们老家人都叫他小 见他都喊小庚主 小庚主 小什么 喊他小庚主 他长得很白 特别漂亮人家都叫他白雪公主 哦白雪公主 是啊 我刚刚听到一个小花狗小花狗 白雪公主跟小花狗差了太远了吧 哦 对不对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天上下来了 太好看的人 我告诉你不修心活不长的 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念经吧 这个孩子要现在要 要现在开始要 要要要要 要 要停掉一切欲望了 就是不能再有盈欲了 否则们就准备走了 现在有给他 多少种小房子 又放多少条鱼 前师父开始 好好念了 没办法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许大愿 如果你不在菩萨面前大忏悔 我告诉你 他还有两年半 一个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我只能 我只能讲到这 师父你给我看一下 他家佛台什么样 他家佛台啊 哦 佛台蛮好啊 我现在看到了 这小鸭都是莲花仙子 莲花仙子在人间太肮脏 完全污染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不把你带走 所以不要开玩笑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你们知道 中国传统有句话叫红颜薄命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红颜长得好看的人 到人间来 他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明白了吗 还债的 明白 那现在有什么给说呢 好了 许愿念经 放生三大法宝 现在都教你了 好好念经了 我有什么办法 感恩师父 谁叫他逃下来的 好好的求 我告诉你求求南京菩萨吧 南京菩萨是很善良 经常帮人家去打招呼的 用人间讲教 什么 经常帮人家去 讲好话 做中间调节人一样的 叫什么 做和事 就跟人家讲 对了 算了算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叫他好好求求南京菩萨 说不定他这条命还能保下来 感恩师父 从这两年半走了 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师父 结束 师父他要多少张小房子 一直念 一直念 180张 先念180张 之后不停地念 念到毛病好 感恩师父 让人家后面老伯伯了 感恩师父 你好好乖一点了 听得懂吗 听懂 你现在回去还能够回到天上 但是不会已经到超超六道了 听得懂吗 你要是在做坏事的话 我告诉你啊 下辈子在投人了 六道轮回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自己想想啊 年纪轻轻啊 你的感情生活已经多少个人 你还不知道啊 你知道你自己做错多少事情啊 这么小就开始乱七八糟 你知道现在上面告诉我 你有几个男人知道吗 曾经有六个 不是结婚 听得懂吗 听懂 听懂 好好改毛病了 一条命质还是 还是这种事情啊 好好地改毛病了 好好念经听得懂吗 听懂 希望两年半我还能见到你 再见了 再见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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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